近日,俄罗斯草原火灾明火入境内蒙古呼伦贝尔。 明火被铺救后数天,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俄罗斯草原火灾再次入境。 蒙古国境内火灾也向我国边境先蔓延, 与此同时,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与俄方边境也发生了不明火情, 消防员在现场全力铺救。 就在不久前,经过40多个小时的连续分离铺救, 辽宁沈阳棋盘山山火已全部铺灭,现场转入看护阶段。 4月,山火频发,中国相关部门接连发布森林火险预警。 如何减少灵火带来的伤害,山火又该如何救? 这些问题成为当下相关部门该探讨的课题。 3月30日,四川省梁山州牧里县、亚龙江镇、利尔村发生森林火灾当地组织力量进行铺救。 4月1日晚,30名失联铺火队员遗体被找到。 4月4日,四川牧里森林火灾牺牲劣势追悼会在梁山州西昌市火把广场前举行。 数万名民众从全国各地赶来,挥泪送别在牧里森林火灾中牺牲的鹰猎。 当天下午,有关部门公布参与牧里森林火灾铺救的罹难人员增加至31人。 梁山州森林消防支队西昌大队四中队副班长赵茂毅是扑火十人小分队中逃出火场的四位幸存者之一。 当时火,十秒不到,三脚冲天就到我们的位置。 当时我们只在那边拉开,快跑。 我们当时十个人平均地往前跑。 跑能跑到一个三级的时候,一个直径一米多大档木,篮在我们前面。 我是当时的第三个,后面有一个是他从山下直接就滚下去。 对张茂毅和他的同伴来说,这十秒仿佛是一个世纪。 就在中国民众追到救火英雄时,韩国东北部江源道沿海地区发生森林火灾, 供火面积达到1757公顷,相当于近2461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大火燃烧近11个小时后,基本被扑灭,损失惨重。 韩国政府随后宣布这场山火为国家灾难。 此外,中国山西、河北、江西、云南等地也接连发生了森林火情。 山火在4月为何如此高发呢? 4月份的话,在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比较干旱。 那么这是一个,同时的温度比较高。 那么其实也它处于什么,处于这个季节交替。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是这个时候的风比较大。 风比较大。 那么在很多地方的话,同时又是这个,我们叫春耕,那么火炎比较多。 2018年1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天堂镇发生山火。 此次山火已成为加州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一次火灾。 受天气原因影响,火灾扑救缓慢。 经过半个多月的燃烧,2000多名消防员才将山火基本扑灭。 当地伤亡惨重。 山火发生,该如何科学扑救呢? 又该如何降低扑救中的伤亡? 贵纳取来的话是两种办法。 那么第一个的话叫直接扑救。 那么这个有一定要求,也就是说在这个火焰高度两米以下, 那么我们能可以直接靠近火场。 那么通过这个一般的工具,直接来扑打这个火线。 另外一个的话,一旦火势发展到一定状态, 我们用这个高空的这个直升机吊筒洒水。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用这个挖隔离带的方式。 那么在这个森林火在扑救当中,这个安全问题是第一个的。 专家表示,国外有些山火发生地并未靠近村庄,人烟稀少, 因此采取不扑救的方式。 据媒体报道,美国加州为了防止山火再次发生, 当地流行了一种新办法,用山羊预防山火, 山羊洗食灌木,而灌木正是防火需要清除的植被之一。 国外的这些预防山火的方法是否切实有效,是否能被借鉴呢? 专家称,目前中国已实现卫星灵火监测,航空护林,地面人员护林等预防管理方式。 未来还需加强这些方式的统一管理。 四月的山火已吞噬了众多生命, 愿未来当我们再次面对灾难时,能更加科学有效地减少伤亡。